我都有研究過你們這幾年 例如最近有做產品 薯片等零食 Ligat也有做過一些核心業務以外的 例如有搞過APP 有出過一些 Cons 或者T-shirt 你們都在做 其實你們可不可以講一下 由媒體去做這些內容以外業務 出發點是甚麼 是否真的想多元化收入 還有你覺得最大的 synergy 和優勢會在哪裏 不如你先 其實媒體 我會覺得其實很看 本身你做一個本業 其實很多時候你自己比較擅長 或者因為好運 或者很幸運 所以在那個位置跑出來 你會見到很多時候一些年輕的創業者 其實很多時候在媒體 或者社交媒體上去創業成功 因為它的成本比較低 我們自己都很幸運 在社交媒體上有一定的用戶 這個是那個開始 但你會知道營運是一個社群 慢慢地你會想一下 外國有甚麼方法可以維持營運 那你就要考慮一個收入的問題 收入其實有些大原則是頗重要的 第一 你不能把所有的雞蛋白是同一個攬 假如我所有的收入 完全只是來自於某幾個廣告商 其實很危險 所以要將廣告的收入來源 已經要分散由不同的渠道來 有些可能是直接的廣告商量合作 有些可能是網絡的廣告 但廣告只是其中一種賺錢的模式 假如可以將你賺錢的模式多元化一點 其實你就可以承受 衝擊的能力就會高一點 假如你會有自己的商品去賣 就算你廣告平台收入減少了 你產品你也可以賣得到錢 假如產品賣不到錢 但你假如你會申請你的內容給其他人用 其實你那個方面也有一定的收入 成績是怎樣 例如你內容 其實大部份成績會先撞板 都是要交了學費 但問題是你不做 永遠都不知道行不行 說真的 就算當初開始做狗激 其實都是一個錯誤之中的一個嘗試 所以都是不斷去學習 你會見到現時生存得比較健康的公司 其實他們大部份都是有不同行業 不同的盈利模式 因為只有一種模式 你是單題碼的時候 其實那個行業受到衝擊 基本上你整個公司的行業就會不斷 例如你那個T的行業 其實T上的字 或者內容 是否真的跟9G的內容本身是有關係 其實很多不是的 有時候我們會想做一些東西 跟我們的本業不是最有關係 因為我們會想做一個測試的時候 盡量可以測試到多些不同類型的東西 即是假如我們做一些東西 而那些東西有幾大機會都會得 那些東西其實本身在本業裡面 就已經應該要做了 那些就不是說真的很嘗試去做 但是當你願意做一些 跟本業有大差距的行業 其實你交學費的機會就很大 所以高的位置就要預算足夠成本 預算足夠時間和耐性去做 但是為什麼是T呢 其實重點是在時裝或衣服層面上去做 因為每個人都要穿衣服 而你會看到三個品牌可以千千萬萬個 而每個品牌都有自己一定的忠實用品 而且創作的成本相對來說比較低 即是我也想做一輛車 我也想起床樓 但是你也未必有一個成本去做 六毫子 我看到你們做零食那些 你們的包裝全部都是你那些 微辣的演員 或者你們那些創作人 你覺得這樣去做這一部份 有沒有什麼 synergy 在那裏呢 其實我首先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第一個 叫做設計的系列 其實往後會有更多不同的設計系列 但其實我剛好買Away開始做三先的 因為三呢 它除了是一個成本真的比較低之外 如果你做得好是真的很好 而且你可以擺很久 因為食品呢 我們有些食品呢 它真的擺一個月呢 賣不出的話 我們就很糟糕 所以就 是 這件事我是覺得因為庫存也是一個問題 還有有些產品可能原來它又要有溫度的限制 然後有些可能在運送過程之中 可能是掉了又會弄死了 但是我覺得食品有它的魅力 而在衣服品牌也有它的意識 也有它的魅力 但是我就會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大家都是想做一個品牌出來 我們都是要統一回我們自己的一個核心價值 一個風格 而去做一些周邊 其實最重要是讓人感受到你的風格 為什麼Muji 它可以由一間糧品開咖啡 開酒店 就是因為它將它這個風格很清晰地告訴這個世界的人 所以的話 其實我們就真的不斷去努力去嘗試 但是如果在一個商業角度的層面 最簡單就是同型Crossover 因為同型Crossover就等於互推 可能我們跟一個明星合作員 可能我們的性價是這麼低的 突然間你跟那個明星合作員 有人會覺得你厲害了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可能如果我們想做一個食品 我們可能跟一個很厲害的食品品牌Crossover 我們可以跟一個很厲害的衣服品牌Crossover 如果這樣Crossover的話 如果你的媒體影響力夠大 你可以談到零成本去起動 而且直接可以跟別人分到一個不錯的利潤 但是你當然要推動別人的宣傳推廣 我覺得這個合作是比較好的 你就可以直接低或是零成本去起動一件事 我想問一點點 你的食品是在哪裏不能賣的 其實我們的食品現在是澳門 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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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特 我們來的也會談人的 我們其實叫辣的 我們這個品牌 微辣的指品牌叫辣的 其實辣的是一個什麼 其實我認為辣的如果是一個品牌 它就不應該跟微辣的事 如果辣的它是一個品牌的話 我們是要花很多錢 很多時間 很多心機 好像微辣的重新去建立辣的這件事 而辣機就是做貨 辣機就是它可以製造這裏的產品 但我認為不是 辣機其實在賣的是微辣衍生出來的一些風格上的東西 辣機這個平台我覺得一部分 我們可以低成本自己做一些貨 是我們可以處理到的 風險沒有那麼大 而另外一部分 我們可以跟澳門一些很強的品牌 譬如說安德魯的一些葡萄特品牌 或者澳門有一個很厲害的咖哩油腩叫碟基 其實辣機我想應該是要買微辣 Crossover 他們衍生出來的一些產品 有他們的風格 有辣味道 還有我們一些搞笑創作的元素 注入了進去 再加上一些有趣的宣傳推廣 去注入進去 這件事我認為是成立過我們自己去做貨 因為我們不是這種人 每做一件事都很難 我想最後再談一個話題 我覺得你們兩個公司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一個編輯力 或者做內容的能力 而這件事現在經常被很多學者 或者什麼人都好 形容做其他生意都很必備的能力 所以UNICO最近請了一個 Fashion很厲害的編輯 但我忘記哪本 就是去做他們公司的Marketing總監 你們可否作為CEO 可以簡單形容一下 微辣和狗激現在的理念和形象 去介紹給我們的讀者 我們的公司的核心價值 就是把快樂有趣的東西分享給更多的人 其實很像很像 但做法不同 做法不同 以及目標的人群都未必一樣 我們公司的一個標語 就是生活的調味 其實我們很希望 將我們自己創作出來的一些文化 一些對白 一些標語 一些情節 一些故事 一些劇情裡面的道具 或是一些角色 我們可以將這些東西 融入在現實社會當中 因為影片只不過是一個 我的理解是一個再看 其實是有千千萬萬種再看的 你要去彰顯的是你的核心價值 而載體可以是影片 可以是一場表演 可以是一個活動 可以是一間咖啡店 但是看看你想到什麼想法 去將你的核心價值 去注入在不同的載體 而我們有一些新少少的載體 就是最近你看到的一個辣記 就是賣一個零食手信 然後遲些我們都會有一些非食品的產品 都是一個芷品牌 我們都會去將這個核心價值 注入去不同的地方 可能是一個膠紙座 可能是一把間尺 就是要靠我們一群團隊 究竟可以想到一些什麼 可以在不同的載體 呈現給大家 我想究竟我們做 其實我們的願景就是 什麼叫做Happy 就是令到世界更加開心 當然剛才羅浩子也有說到 就是我們的做法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自己信的東西 就比較像是 這個世界都有這麼多有才藝 有才華的人 包括微辣的團隊 那為什麼我們自己 又要再成為另一個創作人 為什麼我們不是作為一個平台 去幫這些創作人 有大一點的機會去曝光 大一點的機會去接觸到不同的觀眾 這就是我們自己想要做 一直以來做的方向 剛才你說到其實是編輯的能力 為什麼重要 其實跟社會改變了一個關係 就是等於以前你讀書 可能很著重背重的 因為只要你背得出就可以了 但是當現在個個都背得出的時候 其實可能你需要的就是要學以自用 在商業社會 特別在內容的世界 就更加是 以前一年才能拍幾套劇 現在很多人都可以拍到電影 很多人都可以拍到電影 因為商業機構想知道的東西 因為它有能力做到任何的產品 但是它要知道 究竟我將時間資源放在哪個位 是最大的機會成功 即所謂ROI是最大的 譬如UNICO 可能其實它是有方法做到任何 你能說得出的衣服 但是它究竟哪一樣東西其實會紅 哪一樣東西會最多人買 其實那個就要有一個 有一個taste making的能力在 那你在說一些編輯 其實他們往往就有這個所謂的品味 往往就有這個能力 可以說得出 究竟哪些東西會大一點 所以我想這個編輯的能力 為什麼越來越重要 就是這個原因 就等於今時今日 你不需要再記得所有知識 但是你就很需要有一個能力 懂得怎樣在Google搜尋到你想要的東西 其實隨著社會不同 能力的需求就改變了 明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先談多了 很開心可以跟兩位聊天 拜拜